大家好,我是孙博士,今天就玩很好玩的手机游戏 第六天魔王手游 好,那我们今天就把图鉴解一解 不要讲一讲 上次讲到了宗主,再来是明智光秀 那这一支其实我本身也有啦 那这本上的技能喔 对战体造型伤害,对战体造型伤害,对战体造型伤害 那这一支主要是混杂了一些暴击 三六四五六一八十九六招募竞技神将预售取得 那可以看到他技能的一个介绍 修行啊,进阶啊,技能这样子 好,今天我们要继续组线一场 其实我们现在组线已经算是没有... 进度没有说很赶 而且上该扫的装备还是都没有给到手 对啦 其实打这个只是为了要装备啊 就为了要解开你下一关的装备而已 其实 有时候可以慢慢来 等一下一木葵,一日葵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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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 差不多到這邊了 之後會開啟精英啊 那你每天上線必玩的就是這個系統 這個系統 那為什麼人家遊戲會好玩成這樣 就是這個系統 那麼爽 你看 就是這個系統在好玩 當然競技場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的天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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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橙色的耶 全部給我砸下去喔 OMG 怎麼都沒有中啊 OMG也太難強了吧 中了OMG N 但是我現在機率已經不高 這邊你就按最低等atter去搶 再給我一次機會 給大家參考一下 競技場 競技場算是遊戲最重要的東西 剩下的時間可以慢慢刷 不過這遊戲的競技場好像有點慢喔 因為時間太關心我就把它跳過 大家可以試一下慢慢看 等一下我們沒刷完啊 我比較不懂我玩那麼久了 還是這個名次你知道嗎 這遊戲到底湧進多少個電腦還是玩家 我也想練那一隻耶 好 差不多是這樣子吸齁 沒有問題 其實遊戲非常的簡單 咱們每天必要的就是這個 去刷他的裝備齁 那你就可以掰掰了 做決定就是刷一下就可以下線了 所以這些沒逼你要這個啊 要什麼 就是說你 體力畫在這邊 主要是裝備的問題 那為什麼我不要繼續打關卡 各位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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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為我現在主線其實 我現在只缺裝備而已啊 我主線其實沒有卡 所以我現在要趕快把裝備給刷出來 我現在的態度就是這樣子 我現在剩這個 剩這個要少而已啊 那這個當然就是等你 什麼時候停止刷檔 就等你全部藍裝的時候 六隻角色都藍裝 那這時候呢你就可以停止掃檔 然後 不是啦 就可以不用再掃檔了 痾 就可以掃別的啦 說錯了 就可以不用一直掃藍裝 那當然也是可以掃一下 因為可以用一分解嘛 咦 我發現有時候可以直接掃我 喔這邊有一個新系統 好今天順便講一下工程拔篩系統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工程拔篩喔 可以進行免費 它其實就有點像是我們平常在打的 十次 就是掃石 你們知道那個掃石嗎 對 就是以前我們手機遊戲的那個 爬塔 對 對對對 十二層 以前就玩過類似的手遊 這個就是它的爬塔 不過這些花風真的是很精緻啊 那就一直爬上去 那這個當然就是有時候的四層商店啊 好啦 那這個主要是可以對上最強的大天狗 對 是我們剛才經常有遇到的 所以我真的還蠻想見到大天狗的 好啦 就到這邊了 所以我們繼續把這個藍色裝備給刷出來 但如果你有過多的道具其實 呃 不要一次把它 就是不要把它一次弄完 就是 像這樣慢慢去做一個消耗的動作 那前面這邊主要是會給你攔裝 到第四站這邊都是攔裝 第五張 這邊基本上都會給你攔裝 OK齁 好啦記得幫我點個喜歡也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那今天就跟大家叫那個工程什麼什麼塞的 系統 這個 嘖 再講一次 工程拔塞系統 好啦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見 啦 啦 啦